给我狠狠地打 往死里打 谁敢动怡宁 你放手 这个家什么时候 领海如做主了 给我打 谁敢 你放手 现在已经有人 在查怡宁的身世了 跪下 当年明澜在别院 究竟发生了什么 七姑娘 其实不是七姑娘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老奴会把这一切 都带进棺材里的 若此当丑事被传扬了出去 罗父延绵何从 父亲延绵何从啊 这天下之大 这些没我罗绳生的地方 这辈子 我都会陪在你的身边 我罗绳远 对天起誓 今生今世 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我都会保护好姨宁 如有违背 愿天人共器 死无全尸 父亲 感谢您多年来的养育之恩 今天 就让我最后再叫你一声父亲吧 无论发生什么 再以您行者 便永远是我的母亲 这是你从小长大的地方 祖母随时等着你 以后我和他就不是兄妹了 可就算我们不是亲兄妹 我也依然会在你的身边 保护你 在这世上 身为女子 也可以自强自立 凭自己的本事 养活自己 这新店开业吗 客人少一点 你能理解吧 您那是人少吗 现在一个人都没有 侯爷 如今 此事已经在京城传开了 你用什么短地 那七姑娘就是你的亲骨肉 这么多年 无声无息 突然 冒出来了 陆侯可不要忘了 你我是付出了多少 才有了如今之高位 你可知老夫 我管你们是谁啊 三哥 三哥 你醒醒 我还在这儿陪着三哥 我不该让他 趟这趟风水的 之前 我跟母亲去见公主 我觉得那个饭 还没溜合酒 四个好吃 那 我送的东西呢 比公主的 好 飞一点点 那 那就值了 你这次为我吃尽了苦头 我又不是小孩 吃了苦的还要讨个甜 我喉咙有点不太舒服 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 性子有点皮 果敢有主见 善良还聪慧 此生要是不娶她 我便终身不娶 是哪家姑娘 我可见过 你不仅见过 你还认识 但我最近胃口不太好 这些东西以后 也不用再送过来了 这陈范将要转到大理寺去 只是不知 到了国公爷那儿 她还能不能开口 如果你嫁到了公主那儿 那对你的父亲 你的兄长 有多大的帮衬啊 母亲 我是人 我不是用来交易的货物 那好 请你自咒 我虽然当年看不见 但是我知道妹妹的手 摸起来是什么感觉 你在别院的时候 是不是就已经认识她了 三哥别问了 你不想嫁给韩家 你要嫁给谁 你若真心为她好 就请你以后少跟她来往 大娘子如果不放心 要不要直接把人解决了 无必要斩草除根啊 下官明白 我也做不到眼睁睁的看着我的师兄 去送死 那我也没有办法看着你去送死 有人截囚车 杀无赦 杀无赦 不要啊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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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祈求你原谅我 只希望你将来过得更好 保重 你曹街人命 你眼里还有没有王法 闭嘴 你曹街人命 你眼里还有没有王法 闭嘴 妹妹 我脸上起疹子了 三哥 还是你对我好 你这个蘑菇秀得还真不错 这是一心液 算了 算了 你若嫌弃就别要了 哎呀 看出来了 轩哥 你这是做什么 你把书扔了 你就能考中了吗 洁青就是最好的法子 一想到他嫁给韩昭 我就吃不下 睡不着 强鸟的瓜不甜 我女儿的婚事 轮不到别人插嘴 与某人走得太近 无异于与虎毛皮啊 我和陆家学已是末路 你千万不要因为我而分心 三哥 你这是 老板 老板 火鸡说这是咱们订的货 你看看是不是 除了摩赫勒 你还喜欢什么 珍珠玛瑙 越大越之前的 我统统都喜欢 没想到我的妹妹 还是个小财迷呢 母亲想让我嫁给韩昭 我不想嫁给她 那就不嫁 我带你走 你是个不争气的东西 还不如淹死算了 你活着也是要气死我 我不在的时候 照顾好自己 相信陈兰 我不想跑了 你看到我女儿 我儿子这样 你高兴了 你满足了 你看这人已经疯了 我小娘都死了 都是罗姨您害的 求父亲 替我小娘做主 我没有杀害乔师 做没做 都得去衙门问话 还请跟我们走她 那就别让她活着走出监牢 你 若福尹大人想要查清此案 我愿意所有身家信任做宝 恳请福尹大人成全 今日我要带她走 谁挡我 我去杀谁 在下奉陪 不要 奉哥 不要 这要与我何干呢 因为真正想要杀 我和乔小娘的人 就是大伯母 一鸣啊 讲这种话 是要有证据的 我就是证据 当年顾大娘子怀有身孕 你趁她产后虚弱 在茶叶里放了鱼 这是从你那儿找到的 河吞堵 你应该很熟吧 你简直是丧心病狂 你不要在这里倒忙黯然了 这可是当年 罗承文亲笔写给顾明兰的心 罗依宁 她根本就不是你的女儿